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今天就拍片跟大家跟进几个市场的技术走势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势,恒指今天就是低开,然后是最后收了阴烛,然后跌了414点,收28990点 看看他的周线图 昨天拍了一段视频也说得很清楚,而且对恒指的分析似乎是100%是对的,昨天说到恒指周线图反弹了5mm 因为他上两周试过5mm跌下跌,上周试过5mm跌下收阴烛,今周试过5mm跌下收阴烛 但是最后也没有收到阴烛,但这个问题不大,总之都是站不均 收市也是站不均,8ma,5ma等位置 这两条ma都站不均,后市都是看淡的 因为星期四仍在周线图5MHz上 看看星期四仍在周线5MHz上 所以只剩下一天时间 只剩下星期五 所以今天就会跌了四百多点 昨天也是打中21MHz上 这也是其中一个尼淡信号 昨天也说到小时图是四叉 现货的小时图也四叉 所以现货就应该跌了 现在小时图还未差 所以走势依然偏淡 下星期走势依然偏淡 而这个位置开始做了一个反弹 ABC反弹 所以这里很大机会跌穿 稍后会跌穿这个底 看看行不止是走什么浪 看见到这个是今年的顶 今年的顶跌下来 应该就像是出了五个浪结构 跌下来的时候 就是1 2 3 4 5 比较淡的 这个五浪就比较淡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ABC 如果这里是一个ABC的结构 可能还是有机会跌穿这个顶 可能反弹再下来 但最后都可以跌穿这个顶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五浪结构 它有权隔很久才会跌穿这个顶 甚至是隔几年才会跌穿这个顶 甚至是不知等多久 或者是之后很久都不会跌穿 因为这里是一个五浪的结构 暂时来看 这里是做了一个A或者1 因为五浪结构可以是1 可以是A 例如A 可能是一个色套 这个5 3 5的一个色套 就是说 这里是 就像是 这个反弹B浪 先保守点 当它是B浪 结构 这个位置 看5小时图 昨天那条影片也说得很清楚 我自己再听一下 其实正常人都应该听得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说得这么清楚也听不明白 真的是按摩能座 看看这里的比例 是B浪 A和C 就是1比0.786的比例 如果透过比例来看 就是 到了这些位置 首先是阳足企不均 阳足企不均 这个比例 然后转到阴足企不均 通常这些位置会转向 通常这些位置会转向 就是这一帕 这一帕的组合 通常会转向 就是 看淡 这些位置当然是看淡 如何投降 他站在这里收市 就投降 所以他看到最后 也没有 站在上去 那就下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分析方法 另外就是 就是 昨天也说得很清楚 这个位置 如果它是回调 可以再上去 那里面的细浪 里面的细浪 会有个ABC结构 然后才可以上去 然后看回到15分钟图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顶 看到它 这里是有个下跌5浪 去到5分钟图 就找到了 或者再 按进去看看 就是这个位置 看到是1 2 3 4 5 从来 那里面也说到 这里跌了5浪 这个顶 就不应该升穿 如果这个是 数得正确的 5浪 这个顶 就不应该升穿 有机会是1浪 有机会是1浪 或者A 最后就没有升穿 这个反弹 就没有升穿 所以就做了2浪 或者B 然后呢 我觉得 如果我们做完 这个可能是C 1 2 3 4 5 5 5浪 结构 通常是两个情况,这个是3的1,或者这个是C 如果C的话这个底部不应该再跌穿,但看到后面其实跌穿了 所以这里判断是一个3浪,下跌31,看到32的反弹很少 一跌穿就开始33,一跌穿就不会升穿前面 因为它要升穿这个顶,它就会行一个A,B,C,然后就1,2,3,4,5这样升穿 要升穿这个顶,要知道这里究竟是会员再上还是折落 就是看这里做出来的调整,就要看这一下,究竟是一个A,B,C 如果这里,它走完这个下跌5浪之后,它能够上去可能一半 就是上到这个浪,这个浪的一半这些位,大概29400多 如果这个位置可以升穿,可以升穿,可以升穿上去,然后就不会再跌穿这个底部 后面也很明显,后面的走势,后面的走势就是,后面的走势就是,它跌穿了这个位置 然后也没有升到上去0.5或者0.618,就是这些位置 很明显是一个,看到它拉了一个比例出来,拉了一个黄金比例 3浪是打中1.618,所以这里就做了1浪,下跌 下跌1浪,下跌2浪,下跌3浪,3浪就很完美,1.618,然后4浪,4浪也没有跟1浪重叠 1浪在这里,4浪在这里,4浪的长度也符合,因为3浪是这么长 4浪也没有,也符合时间上的比例 3浪不算长,3浪是1.618,所以5浪有权延伸 5浪就是分成5浪1,5浪2,5浪3,5浪4,5浪5,5浪 这样就完成了,这里就有机会反弹一下,这里就看到1,2,3,4,5 现在可能在做A,B,C,这样 因为这里是5浪结构,所以走完反弹之后,也很大机会有再破大 但这个反弹之后就要留意了,因为这里是1,2,3,3,5浪,7,5浪,5浪3浪 色路线亦是出了Histogram的位置 MACD线亦是和Histogram中间出了空隙 色路线亦是负数 这些位置通常转向的机会大 这些位置可能要留意1分钟图的移动阻力有没有升穿 如果1分钟图的移动阻力升穿 就有机会是1分钟图 看到这里跌下来的移动阻力大概就是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就已经升穿了 这里就确认了有反弹 这里就确认了有反弹 这里下跌5浪就完成了 就会有反弹 因为反弹分ABC 所以暂时就像是 看到A浪就完成了 A浪就完成了 现在在做B浪 然后就会有C浪 即是反弹的ABC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再看小时图 反弹的A,B,C 再看一看 反弹的A,B,C 注意反弹的比例 有机会到一半 因为它也比较低 MACD也比较低 要看反弹可以到哪里 可以到哪里 可以到保守 可能看2900 有機會是29001和29002 這點要留意 反彈還有一層 大方向要留意就是向下 大方向就是向下 要留意就是反彈有時可以去到最少0.2 看到0.236都試了 所以如果怕我會不會說這個反彈很弱 沒有反彈 但其實都似是 因為五浪都出了所以應該都有 反彈可能看290039 即是0.320 保守一點 290039 或者29141 都有可能 看一個MACD都似要有反彈 但要注意就是反彈 然後呢 可能去到0.5就跌回 或者去到0.618就跌回 因為它是一個下跌五浪結構 而且道指都似是走勢 偏淡 看看上陣指數 看到上陣指數 就是跌穿了短線的移動支持 走勢是向差 昨天也說到這個位置是純粹短線反彈 也沒有站穩一些比例 所以走勢也是偏看淡 看看它的小時圖 看到是小時圖的移動支持 大概是這些位置 看到這裡 就是這個 最後就是這個位置 當然可以再拿這個位置也可以 但這個就明顯少少 跌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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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應該很難會跌穿 而且是有效的阻力位 現在走勢也是向下 走勢也是向下 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 周線圖是繼續 今個星期跌不到5mA 反彈也跌不到5mA 繼續收音足 看一看 下個位置有可能去哪裏有支持 上次都好像度過 因為這裏的調整 這裏的調整 有機會跟後面的調整 有個比例上的關係 所以大概可以量度到 有機會去哪裏 看到1比1就已經收到下面 下個位置應該是1比1.83271 就是這個 3271 現在是下跌 走勢也是 看看導指的走勢 導指的日線圖 因為這個浪 始終會完 不會無限的上 所以每次出1枝 每次出1枝 就越近浪的圓結 所以應該差不多出了 看回日線圖 陰陽燭的組合 應該差不多完結了 現在是2枝 結構 1 2 3 4 5 2 5 5 有信號 昨晚收回 4小時圖 21MA 這個之前也說到要留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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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由這個位置 站穩了這個 這個 MA之後 一直都沒有收在 這個 21MA 直至到昨晚 已經收了 一收在下面 基本上確認了 也很大機會 這個5浪 完了 這個5浪 完了 似乎反彈也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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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如果這個是今年的頂 的話 下跌的空間很多 可以是 所以這個反彈又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很弱 也不定 看看它15分鐘圖 看到已經做了一個 已經做了一個 2 3 4 5 這個下跌5浪結構 一做了這個下跌5浪結構 看到反彈也很弱 因為就知道 這個 這個位置看到頂的機會都大 所以似乎 就 買方的力度就比較差 看到反彈也是 一半都沒有 要留意的就是 要留意的就是它這個月是升得多的 要留意的 看看延長 因為這裡是 假設它是一個三浪和五浪的比較 因為這裡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 2 3 4 5 如果看到它三浪是兩枝羊竹 五浪是兩枝羊竹 可能有權就完結了 就是 1 2 3 4 有很大機會出陰竹 如果這裡五浪結構 就是 A B C 看看這裡的 這個 這個三浪和五浪之間的比例 看到 因為這個比例 就是告訴我們 這次是不可以升穿 如果這個五浪數法是暫時是對的 就不應該升穿 34,800 這個位 因為這個是1比1的位 因為現在是 暫時看到它三浪是 一浪是最長的 暫時看到 一浪是最長的 如果這個五浪 如果這個五浪 是長的 三浪 就不符合 不符合 這個五浪結構 如果它在走五浪結構 這個五浪 必須不可以升穿 34,881 現在看到它的比例是 五浪是三浪的 0.618 看到去到 它上 上個月是 站穿到 0.236 看到是 今個月 就只能夠 確認到它能夠 升穿 0.320 因為它站穿0.236 看好它可以升穿 0.382 它就直接升穿 兩三個比例 直接升到 0.618 一次過 升穿了三個比例 很大機會回 因為它試 去到月尾 因為是月線圖 去到月尾 就要收上影線 看看它究竟 最終是站穩哪個比例 這個比例 它要是 它升穿了這麼多比例 它要去 回一回 去試一下 哪個比例是實正 要去 站穩 看看 今月能夠站穩哪個比例 現在就剩下 剩下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看看它會是用最後一個星期去試 或者是下個星期 如果下個星期 就開始去試 企穩 會不會是企穩到0.5 或者企穩到0.382 簡單來說 就是會縮上影線 即是月線圖 開始會縮上影線 縮到哪些位 就很難說 只知道它會縮 它會縮的話 就是會跌 它會跌的話 因為剛剛昨晚才做完頂 應該不會太快跌完 即是說 下個星期也會跌的機會大 這點就要留意了 這裏一枝大陰燭 反彈完 都像是 可能只有一兩三枝 一兩枝兩三枝也可以 大陰燭 四小時圖可能會落到水線 比較看得淡 下個星期走勢也是看得淡 看到它似乎反彈也很弱 所以恒指要留意 可能反彈也很弱 這樣 要留意 可能反彈有權在這些位置緣 因為反彈可以最少到0.2 即是20% 它已經反彈多過0.236 見到尾固也是弱的 所以要留意它可能已經反彈完了 再下個位置 下個位置 因為現在B浪有機會完結 所以量度C浪 有A浪有B浪可以量度C浪 可以去到26,700 這應該是一個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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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是後面跌得厲害 應該 不是平台浪 這是CZ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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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意,反弹可能很少,日线图是保持住,甚至是星期一低开 说完道指就说黄金,黄金看到是兽制4小时图的144ma,在这位置转向,但落到89ma又有支持 因为它会不会想将这两条ma做金叉,但它没有站稳 如果它能够站稳到这条144ma,始终这两条ma未金叉 所以说太大,可能有100多元的星浪就未出现,但如果站稳到144ma就开始有机会了 如果站稳到144ma才有机会,暂时夹在这条144和89ma中间 看看它会不会是想做这两条ma的金叉 如果是收了189ma下面,即是未得住,未想做金叉 但它又站住,即是说它又兽制在这里,又支持下面的ma 要看结构,要看这个浪的结构,即是下跌5浪结构,就像是1,2,3 现在方向不太明确,如果看这个ma 看到有机会是下跌5浪结构,也有少似,1,2,3,4,5 现在做了一个A,B,C,要留意,就可能是下跌了 如果股市跌,然后美元指数升,可能黄金又会下跌 反弹了超过0.618,但也是失手,即是说 如果这个位置跌穿,有很大机会是在走A,B,C 也偏向看好美元指数,黄金应该是有机会,这个位置可能会见到顶 如果看淡的话,可能要收到0.786,如果看淡的话,就收到0.764,即是大概1,747, 如果收市30分钟图,收到1,747这个位置上,可能是看淡的话,就要走一走 否则的话,也是有机会走A,B,C,有机会 看一看原油的走势,看到原油就走了一个调整浪A,B,C 就打中MA有支持,看到它收不收到这个MA的下面 如果收到下面,再下一个MA,否则的话,有机会完 这个调整也有机会完了,或者是,因为它日线的MA,C,D 开始扩张得多,看看它会不会有反弹,即是说 複雜一点,可能是A,B,C,S浪,A,B,C也可以 这个暂时数,如果没有数错,就是4浪 就是3浪里面的1,2,3,4,4浪,但因为都怕有可能会数错,所以也是 看短线的移动支持移动阻力会比较稳定些,但一个比较是 这个也是容易看透的位置,因为它呢,都去到1.118,如果 聪明的话都是在这些位置,就是看短的都是在这些位置 赚了,就是走一个A,B,C1,C2,可能C3,C4,C5,这样 看到A和C,就是1比1.8比例,现在看看它究竟 会不会说C1,C2,C3,C4,C5,可能 就是要看反弹浪的结构 比较出的。 要留意这个是C4,C3,C2,C3,C3,C4 看看会不会跌穿短线移动支持 如果跌穿短线移动支持就有机会反弹的原因 可能是一个A,B,C就完结了 移动支持方面是59.67 可以再看看有没有再近一点 暂时看到是一个A,B,C 有机会再多破顶 看看会不会再多破顶 如果再多破顶 要等它跌穿这个位置 即跌穿这个破顶 这个就会是移动支持 等它再多破顶 跌穿这个位置才确认它是转坦的 如果再多破顶 一只上就是看上 看看美元指数走势 看到美元指数走势 由这个位置4小时图 由这个位置开始 A,B,A,B,C 在走C1,C2 可能会走C3 看看C3可以去哪里 暂时没有时间去数换里面的指浪 但是好像有点奇怪 这个有点奇怪,好像不见到有5个浪的结构 这个要后再数,就算是反弹A,B,C也有高位 假设它是在走1,2,3,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去到92.3,4,5的位置 不是,是92.767,是1,2,3,1.618 看它这个星期收成如何,如果这个星期收到在周线34MA上 下一条是55MA,灰色这条就是34,橙色这条55 相距很远的,相距很远的,所以如果这个星期站稳到34 上面的空间很多,到时股市又会跌得很厉害,黄金也是 看到它这个星期是support by 5MA 它这个星期调整到5MA,就是有支持,又要上去收阳足 今天这条片又拍到这里,喜欢可以给个赞,订阅youtube 我们也可以订阅youtube的会员,或者patreon的会员 今天这条片呢吧